大家好 上一节课介绍了 陀拉斗相关的Cookie应用 那么这节课将给大家讲解一下 MyCircle数据库在 Blog网站中的应用 一般MyCircle操作比较底层一点的是 MyCircleDB这个库 而比较上层一点 封装得很好的库有 CircleArchemy这样的库 那么今天我将给大家 介绍的TornDB 是在两者之间的 TornDB是一个对MyCircleDB的封装 当然选择这个数据库的原因 是因为它在Tornado 3.0以前 是Tornado的一部分 而3.0以后 它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包 TornDB的原代码 也在Gate上可以找到 这里有一些它简单的说明 安装的话就是 Type Install TornDB 更详细的文档 这里有个网站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回到正题 大家记得我们的Blog上次实现的是Cookie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在网站上存的任何东西 在Cookie 设计过期之后 都将不复存在 那想要久一点的保存这些数据的话 就需要将它存到数据库里面 那么我们要让后台全面由MyCircle数据库来支持的话 要做哪些步骤呢 首先第一步我们是要创建一个DB的Schema 我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比较简单的Schema 一个博客的话 应该需要至少两个表 一个是用户 一个是Blog的内容 有了Schema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左手创建这个数据库 在这里我希望我们的脚本 可以根据Schema自动去创建这个数据库表 对于数据库本身的话 我们得手动创建一个数据库 在这里我用的环境是Ubento 那么在Ubento上去创建这个数据库的话 首先得安装MyCircle Server 这个命令在我的电脑上 只是把MyCircle Server upgrade了一下 如果是第一次安装的话 它会要求你输入用户名跟密码 那么在这里进入本机的MyCircle 查看现有的数据库 用ShowDatabases这个命令 在这里看到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Blog这个DB 那我们就用它好了 这里有两张表 根据我们之前的介绍 我是希望脚本去自动生成表的结构 这样的话Schema里面的内容和实际的表内容的话 就可以做到一个映射 这样修改起来也会比较方便一点 我们先把这两张表drop掉 确认了数据库准备就绪之后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代码 创建表结构 我们希望它只运行一次就好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把它定义在Application这里 定义在Application的另一个原因就是 在Application里面定义的类的字段 可以在Handless里面直接去取到 我们在这个类里面加一个方法 叫做CreateTable 在我们创建这个表结构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DB的一些信息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放在Options里面 因为这个可以算是配置信息 我们可以在这个表现 除了IP地址之外还有用户名跟密码 以及我们选用的Telabase的名字 马 length 房差点 全部增丝 放开 入增丝 1々 全部增丝 嗯 一起遞 设置了默认的db信息之后 我们回到刚才CreditTable那个方法 那么host的现在就是options.myCirclehost 把db的名字还有用户名密码一一对应起来 subprocess的调用可以直接从文件给它输入 那么这里我们就把我们的schema.circle这个文件的内容周围输入 就是所谓的input 那么我们在application里面 对CreditTable这个方法做一个调用 接着实力化一个torn.db的连接对象 torn.db是对myCircle.db的一块 所以必要的信息你还是要给它 那么现在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 先创建表结构 然后获得一个myCircle.db的连接对象 并且复制到application内里面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只有运行第一次的时候CreditTable才会生效 我们其实不需要多次去CreditTable 在这里我们用一个办法去判断一下 现在db里面有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个办法有点土但是非常有效 如果我在这里要用self.db 那么就必须把self.db在CreditTable之前去实力化 那么既然我们这里要用到这个db的方法 我们看一下db里面到底封装了哪些方法 torn.db首先我们看到的是get 从注释也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一个query 但是它只返回第一行 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是在myCircle.db里面做操作 要做哪些步骤 首先我们要获得一个连接 然后我们要得到一个cursor 然后cursor要execute 然后在fetch1去得到一行数据 所以它把这些都封装在了get方法里面 那么对应的fetchAll就是query 这个iter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 它这里用了yield 就是表示它是一个惰性求值 只有在用到的时候 它才会计算这里面的值 也就是说只有在访问到的时候 yield后面这一段代码才会占用内存 这对获取非常大量的数据可能是有用的 但撇开底层的实线不谈 iter跟query 最后的结果上是差不多的 execute跟self.execute.nast.ruid 在功能上是一样的 执行完之后 return上一次修改的nast.ruid 那么常用的就是这些 那么继续完成代码 在这里去查询entrace这个表里面的所有的行数 那如果不存在entrace就会报一个错 之前说了tornDB实际上是对mycircleDB的封装 那么底层的mycircle操作 实际上会报一个mycircleDB的错误出来 在这里我们需要去import一下mycircleDB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entrace这个表的话 我们就去创建一下表结构 那么我们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运行的程序之后 两张表就自动的创建了 接下来要实现一个功能 就是用户注册 启动服务后访问我们的博客 来到登录页面 右下角有一个注册 我们点击一下 我们看一下registerpost的方法是传到哪个url的 那么form的action是register 我们现在并没有定义这个方法 看看如果没有这个方法会报一个什么错 这个方法是传到哪个url的 这个方法是传到哪个url的 那么现在我们到后台去定义一下这个url的映射 那么要添加一个对应的handle 对应的是post的方法 在post的方法里面我们就要得到 从页面传过来的信息 如果不知道页面传过来的到底是什么信息的话 可以用import debug 如果不知道页面传过来的到底是什么信息的话 可以用import pdb 下一下断点看一下 一般来说username password应该是页面元素的名字 首先我们判断一下用户输入的密码是不是一致 判断一下这个用户是不是已经存在 如果得到是有效的信息的话 那么就提示用户 那么最后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正常的insert数据 我会用户输入的密码 那么这样就是我们可以用户输入的密码 我们可以用户输入的密码 那么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户输入的密码 我们可以用户输入的密码 写好银色的语句之后就执行它 提示用户注册成功 刚才在修改的过程中 脚本自动检测到原有的代码BREAK了 那么就注册成功了 为什么我们重新send就会注册成功呢 看一下这个request 实际上它已经包含了我们之前的那个request里面的信息 username testemail testpassword1 目前我们对用户输入的格式没有做任何的检查 但是在实际的网站中的话 应该是不管是前端还是后端都要对格式 做一些检查的 回到左页面 我们注册了用户之后 下一步就是用户要登录 我们看一下三印是怎么发送post的请求的 它发送到login.html 那么就是login.html在处理它的post的请求 之前我们在这里设置了cookie和serving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cookie和serving结合数据后来使用 说明是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如果用户输入的是有意义的user和password 并且我们在数据库里面也能匹配到相应的信息的话 这时候我们才去设置一下cookie和serving 因为这个在上面已经定义过了 我们直接用这个变量就可以 我们前面加一个 成功的登录 那么肯定有失败的情况就是 如果用户名存在但是密码错了 那么就给一个反馈就是密码错误 那么最后如果它的用户名不对 密码也不对 这样就提示说 用户不存在 请注册 不好意思 user在db里面 字段叫做lame 那么我们的登录方法就完成了 去网站看一下 那么输入用户名test password1 就成功的登录了 大家要注意 在这里设的cookie 后台用到了redis 如果redis报错的话 就需要大家去启动一下redis 那么现在这个博客 就可以注册用户 并且登录 接下来的功能就是要能发表文章 并且在首页上显示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把这些内容放在下一节课来讲 今天我们讲了toendb常用的方法 get query execute等等 并且举了一个数据库在网站的注册与登录功能中的应用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